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各有题材领军之下带动的是贵买指数领先收复了半年线的位置 表现是强过大盘走势的 另外离安风电续谈主要就是因为短购费率是有望上调 包括了上尾投控 永关KY在今天都是收涨停的价位了 另外今天环宇是结盟来供5G和人脸辨识 今天股价是双双走洋的 而凯胜去年第四季是由亏转赢了 今天股价带量攻上了涨停板的价位 而今天的盘式如何分析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品风大中华投顾的蔡丰盛分析师 曾伟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连前文总顾问 各位投资委员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今天的一个盘式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你如果把行情看得太好代表你过度乐观 如果你觉得这个大盘怎么跌不下去的话 代表你这个观念不改的话 后面你会吃更大的亏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切都是拿专业来赚钱 没有例外 你也许可以偷积 偷积个一两次 但是第三次你会把前面偷积的本全部还掉 赚的钱甚至于都全部赔掉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你在股市里面 就像我告诉各位要学笨 什么叫学笨 要脚踏实地 你今天要脱离散户的宿命 就是要从产业面去研究 不是在抓什么技术面低档 或者技术面高档 各位这个一般 同盟小额都会 你要的就是真正稳当的投资的标的 就如同蔡老师跟你讲 各位今天什么样的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各位今天电玩展 1月24号 各位你知道吗 电玩展为什么重要 哇今年后面还有长价效应 各位对不对 而电玩展从今天开始到28号 这个题材就会不停的滚大 蔡老师上礼拜二就跟你讲了 你知道吗 我在1月15号 我领先这个市场9天 我就已经准备跟你讲说 未来会发酵的东西在哪里 各位你知道 要有所本 不是说今天 你看到同盟每天都跟你结涨停板的股票 他跟你讲赚这涨停板 你也相信 他是买涨停板是吧 赚涨停板 今天很多档个股拉升上海之后 全部都在出货 为什么 年关快到了 今天不算的话 剩下4天要封关 各位 丙总金组是压下礼拜二 1月29号 他要来做关葬日 所以前面几天的量 当然会不足 那你如果因为量不足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反攻是不对的话 那你有没有想过 外资为什么连买5天 各位对不对 来 今天台北电玩展登场了 引爆商机 你看一下主题在哪里 游戏面貌由你创造 You get it 各位对不对 奇怪了 蔡老师上礼拜二 1月15号 我就已经跟你讲 寒假最佳去处 台北国际电玩展 1月24到28 完全一模一样 盘式不紧 主轴会给你带动升级 因为我也跟你说的 号顶的事 12月28就已经提早跟你讲了 不会人家一审宣判 然后结束没罪之后 然后公司说要现金增资 人家40地检署说还要上诉 结果这礼拜1月21不上诉了 各位 是不是一场戏 我不知道 反正政治东西太深了 我们从产业面来研究就好了 各位难道不是吗 蔡老师讲的东西 都放在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这礼拜二 讲的是什么 寒假的长假概念股 有没有帮散户着想 各位 你看 1月15号是讲台北国际电玩展 这礼拜二讲的是春节概念股 长假谁受惠 这些MV我都放在 我大中华圈免费的让什么 散户投资朋友 你来看 各位 你的老师有办法做到吗 可能每天都在卖东西嘛 卖涨停板嘛 所以说分析师这一行 为什么人家有时候不太尊重 好像大家都是在 卖菜刀卖锅子一样 很low啊 就如同现阶段市场啊 要讲一句话 什么句话你知道吗 叫做打人就是不对的 今天早上社会新闻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阿嬷 在打市邻区要补选的什么 的立委啊 说什么柯市长怎样怎样扣了这1500块 那还不是之前打架打嘴巴的一个事件的蔓延各位 此风不可掌 人之禽兽明显的不同 就是人是有礼教的 不要冤冤相报何时了嘛 所以政治人物要带起啊 带头的示范作用 不可以鼓励这种风气 这样全世界全台湾不都乱了吗 不可以啊 所以说各位打人就是不对的 知道吗 春节概念股 你有那么多精力 倒不如少时间来消化一下蔡老师啊 这些啊 有所本的内容 能够带领你赚钱的内容 还有时间去打人啊 赚钱都来不及了 还时间去打人 各位对不对 从去年的第一季 第一集开始7月24号 每个礼拜给你收入起来 全部都放在主页 所以不管你多晚加入你都看得到 你看 第24集跟你讲美股市值大争霸 联动的个股2439的美率 今天还创新高 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啊 都是 不敢讲百分之百会不会涨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但是一定都是正经800的股票 而且我给你抓到的就是 他要突破点 各位你知道吗 不是说叫你去买台积电 没有集点我干嘛叫你去台积电 这一次集叠来了 从206一直涨涨涨到今天已经222了 各位这一种才会获利嘛 各位你知不知道 道琼指数昨天大跌300点 我跟你讲不用怕为什么 因为量缩啊 你说今天早上反弹100多点 不是如同蔡老师预测的吗 那接下来就要玩游戏啊 玩123木头冷啊 各位 别傻了 怎么会玩123木头冷 是要站上季线三天啊 所以昨天一天 今天晚上第二天下礼拜 然后明天礼拜五第三天 那下礼拜台股风光行情三天 哇就更精彩 不仅站上万点 还能够更高一点 不是挺好的吗 那有没有这个本事 当然有啊 为什么没有这个本事 因为融资近期都在新低 包括昨天又卖了四亿 这十年来的新低 就是1222亿 各位 融资怕皮皮刺 所以整个筹码面 不是更干净吗 各位 所以我这边跟你说的嘛 上海综合股市也是怎样 重返季线嘛 恒生指数第12天 多方涨控 当然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是要当行政院长 或者不是要当他幕僚啊 你不用了解这么深啊 你有蔡老师的讯息就好了 各位对不对 重点是股票股票在哪里嘛 散户要的就是股票嘛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千军万马来相见 你也许不相信 但是蔡老师跟你说的 来各位 礼拜一1227亿 从去年高点6月19号 1924亿的融资 已经减少了696亿 696亿 那在昨天呢 1月24号 各位你看一下 我修正1月23号 昨天啊 融资余额1222亿 已经正式的减少超过700亿 而季线 我们台湾股市占上了8天 各位 为什么台湾股市 外资会连买5天 这不就得了吗 所以美国股市要怎么喷出 占上季线3天 如果2天通通不算 上来股市不就一样吗 只占上2天 第三天就打下来嘛 所以这个很重要嘛 各位60日移动平均线嘛 那其他的个股 你不知道我也跟你讲嘛 各位有没有千军万马来一相见 各位什么南亚科 各位是不是今天再创新高 2408 来各位310亿的股票 蔡老师啊点时成金 从回测的低档啊 50块差不多啊 这样一路的涨 涨到今天59块 今天收盘多少 各位看一下 2408 有没有公开让你印证 蔡老师不仅盘中 还有所谓的个什么 一个盘后一点半 再加上每周二的 五七金钱报 你还缺少什么 我相信应该没有缺了吧 赚钱应该这样就够了吧 对不对 你只要拒绝去看一大堆 每天跟你讲说 赚场停板的老师不就好了 因为那个是销售员 那不是分析师啊 各位你还分不清楚吗 2408的一个南亚科 联市买 昨天买超5842张 今天的一个喷出各位意外吗 我有在跟你介绍主力股吗 我有在跟你介绍新上市 新上柜的股票吗 完全没有 今天的大牛股 2408的南亚科 不管你是赔多少 我都希望你反省自己 岁末年中本来就要反省自己 除了跟丙总资金啊 如果你有在做饼的话 对不对 你要去跟他结算资料 你要知道为什么2018年 你没来跟蔡老师 你好好的去想一想嘛 我昨天就跟你说过 2018年蔡老师没有天天掌停板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我只帮我的学员朋友创造 50几支的掌停板而已 我有办法每天掌停板 我去做生就好了 我在那跟你讲 这个就是要竹梦踏实嘛 各位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接触到的是不实在的老师 你当然不会赚钱嘛 你今天看到蔡老师这样公开给你印证 而且我都跟你讲 你看2408的南亚科对照的是美光 来 各位你看美光 我有跟你对照特斯拉吗 各位对不对 来 为什么南亚科会大涨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个就产业面 记忆体厂商获利 2019年第二季触底 2019年的下半年指纹 2020年复苏 美光表现优于预期 来南亚科来你再来看一下 2408的南亚科从低点跟你讲 我们带学生朋友买进 你看 我说12.5元以上 结果公布12.8元 第一季配发五成就好 50%就好 他就要配发6.4元 各位 他现在现阶段股价五十几块而已 也就是说他殖利率11%到12% 我问你 法人你现阶段看到外资连续买超五天 他会买什么股票 昨天买2408的南亚科买了将近六千张 你说今天他没有大买超过一万张 南亚科会喷出啊 各位 再来看一看这一波的市场主轴 蔡老师都抓给你嘛 3008大力光 2408的南亚科 有哪个老师会笨到 在这个电视上跟你介绍大牛股 那为什么蔡老师给你介绍 你们所谓的大牛股 他就不像大牛股 他就像标股 你还搞不清楚 蔡老师的实力在哪里 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各位 6278的台表科 蔡老师为什么跟你讲说他会长 我跟你讲的绝对不是他长起来的时刻 各位 我一定跟你讲他的一个什么低点的时候 为什么啊 为什么所谓的一个先知总是孤独的 你看一下 那没去的时候36块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今天的台表科长到多少 各位 连拉5跟长虹 各位 今天台表科多少 涨停板49块1啊 你有一期讲说老师 涨停板 涨停板为什么会杀下来 从36块到今天49块来了13块 人家不可以卖吗各位啊 怎么卖怎么赚 而且下礼拜又要封关 各位 你以为这5天难道没有丙总资金在里面了 这不就得了吗各位啊 能够标的标题那么少 为什么通通在蔡老师的家 各位 蔡老师也不是一天到晚跟你报好的而已 为什么 因为做股票 你一定要趋极 你也要避凶 你如果手上一些个股是跌跌不休的话 我问你 就算蔡老师这边能够帮你创造涨停板 你的脸啊 你还是够悠悠吗 你还是苦瓜脸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买的股票不处理 所以说现阶段还有4天 你要不要赶快处理 你如果股票真的没有产业面的东西 你把它报过年干嘛 你报过年 带你的股票去财神庙 祈求 祈神拜佛 然后2月11号赶快跳空涨停板 如果这样有效的话 各位啊 那人家干嘛还要研究专业 大家都去求神拜博就好了 各位难道不是吗 什么叫区籍 什么叫避凶 南亚科 台表科 你看到什么 避凶呢 我跟你讲了3665的茂连 因为特斯拉的是 你看都已经跌破季线三天了 从当初要跌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破季线已经三天了 起跌第六天了 你自己去看 来各位 要怎么救茂连 来 特斯拉要公布财报 才能救到茂连 1月30号 下礼拜二 这不是专业 什么是专业 市场公不公平 你一清二楚 要不要找专业的老师来帮 当你的靠山 专业操盘 正面迎战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 千军万马来相见 赶快来相见 蔡老师让你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 布局股票 红包一包 接着一包的赚不停 股票一档 接着一档的涨不停 有任何难题 一通电话 让老师全心全意帮你忙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兴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各位 你还记不记得 刚刚12点15分 如果你在盘中看蔡老师 跟平均连线的话 你看到蔡老师跟你讲的 两档股票是什么股票 你还记得吗 各位 刚刚12点15啊 蔡老师电话连线的时候 讲什么股票 1795的美食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 各位 看看是不是拉到最高点 来各位 1795的美食 这都今天盘中 马上让你印证了 1795的美食 还有哪一只啊 各位 2351的顺德 是不是拉到最高点 还有呢 昨天讲什么股票 你不要意外啊 3231的伟创 是不是大牛股 来各位 有没有 不要啊 各位 还有哪一档啊 昨天讲伟创之外 还有讲2912的统一超 各位 你看一看蔡老师这些东西还有什么要证明的啦 再加上南亚科 再加上台表科 你说老师那有那一些科啊 不会长得是不是来给你摸摸头啊 就会长 拜托啊 我不是技工啊 拜托啊 你可不可以回归专业 请用专业的角度看蔡老师好不好 不要说蔡老师划什么股票都会去 各位 蔡老师没在划股票的 我是从产业面里面啊 股海里面掏金 拿出一个金块 让我全球的学员朋友去做 所以说法人会来抬教 法人会来追买蔡老师提前布局的股票 这不就是获利方程式吗 你今天还要去找一些主力股 快点快点 还没去 赶快赶快 亲戚朋友再来买 然后越打死结啊 结越深 那我问你啦 我们今天看得懂筹码的 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主力股 我们怎么会去买 我们不会去碰 那你今天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然后一线在线在里面 我问你怎么解开啊 我告诉你怎么解开好了 就直接股票大跌才会解开嘛 不然怎么解开 股票标你还不会卖 所以有一点人都在做一些 所谓的个什么 吃人说梦 你的股票 你股票买100块 然后到500块 然后后面的人就跟你讲说 要到1000块 都在催眠你 结果我告诉你 股票不卖会有赚钱的机会吗 各位 大家都想一日发财 但是世间上一日发财的有几人啊 你为什么不跟蔡 蔡老师旁边让你务实的理财 各位 为什么不这样做 跟你讲五七金钱报 跟你讲的主轴 各位 纯洁概念股 上礼拜的游戏概念股 我们今天一买又大涨 这东西就是诀窍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蔡老师的讯息 为什么这么的珍贵 那你也起码要知道 为什么蔡老师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蔡老师不是在卖标股的老师 各位你自己去看 这些内容是一些 卖涨停板的老师做得出来的吗 我一直跟你讲啊 散户散户啊 后面我们要改成赢家赢家 感谢赢家的收看好不好 来看一言七金帮的节目 来看散户守护者蔡丰盛老师的节目 大家都是赢家 这样好不好 我们要有一致性的一个什么 一个观念 中心原则 当然前提还是要加一句话 就是说打人就是不对的 昨天后面啊 我看到起码从五六点四五点 所有的这些访谈性节目 通通都要讲这个口头禅啊 打人就是不对了 今天早上啊 在菜市场买菜的老阿嬷 就出现这个事情 去打人家立委的一个候选人 这已经蔓延出来了 所以说此风不可掌 各位要拉回来做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基本礼貌 不要说什么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各位那个都是 所谓的一个希腊时代 那个都是算是我们现在说的野蛮人 猴子变人经过一万年 不要再因为骂人或者打人 又回到猴子那个时代 又退步一万年 各位知道吗 两年来 昨天最低六百七十五亿 包括旁后 金主圈已经下了 下礼拜二会关账日 电饼的资金提前结账 所以说呢 在农历封关前 这五六个交易日 本来量能就会减少 所以你如果还在想说 这量能啊 怎么会减少成这样 还要涨 各位那我告诉你 那代表你观念不够 不行这样子 股市要破底 蔡老师会提前告诉你 试买试卖 要卖的话早就卖 要买的话就要逢低买 各位 我都会提前告诉你啦 所以说包括台湾股市 这一波的反弹 为什么啊 我们能够抓得死死的 赢得啊 非常的过分 我告诉你真的赢得 非常的过分 现阶段每天标的 都是蔡老师的一个 学员持股 打工去 你今天看到 6278的一个台表 难道还有第二个老师 讲说那是他讲的吗 各位 太离谱了吧 季线之上多方集结 持续养空 来大立光 有谁会来说 大立光是他讲的 你低点不讲 你现在大立光涨起来 说大立光是他讲的 讲大立光要了解产业面 各位啊 没有了解产业面 你一天到晚看到 那个老师在赚涨停满 是在赚什么啊 各位你懂不懂 那讲产业面 不是一处可及的 是要日积月累的 就像你在股市里面的财富 是要日积月累的 不可能因为一档股票 就让你龙登富豪榜啊 各位你知道吗 再者你龙登富豪 有什么用 土豪一日可及啊 但是贵族啊 要养三代以上啊 为什么教育是百年大忌 你起码要沉淀三代啊 你那个有钱人 才真正变成 知书达理的有钱人啊 所以当爆发户 当贵族 是有一线资格 但是这一线 要用一百年来磨练 各位知道吗 3008的一个大立光 全市场只有在杀低的时候 只有蔡老师花这个时间 跟你讲三镜头 三镜头 三镜头 你的老师不会这样跟你讲 你的老师都在卖东西啦 都在卖涨停满 叫你快去队 我只告诉各位啊 你怎么可能会贪钱 每一天都在追高嘛 除非是高点还有高点 目前目前量能不够 所以你怎么买怎么赔 怎么买怎么赔 只有蔡老师逢低 叫你你买进 拉回来叫你你买进 只有我们低买 我们后面才会在报纸一大堆的时候 那些老师在追高的时候 我们全部倒给他 获利方程式啊 别无恶法 在股票赚钱 没有第二个方法 那找当然要找好股票 因为坏股票 人家巴不得啊 赶快出给你 人家不会去啊 介绍好股票 只有蔡老师跟你介绍 但是好股票 有时候股价温吞 你要有懂得什么 哦原来这个就是在养什么 养他大涨前的气氛 这你要知道啊 各位就像我跟你讲的浩顶 对不对 12月28号就跟你讲 这个有文章 因为公司怕要现增 你看连续两天拉上来 那除了浩顶之外 我告诉你 我还锁定了两档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啊 大家看到浩顶涨 又想要买生计股 第一季是生计股的淡季 你不要落入陷阱啦 很多主力大货都潜藏在那边 要把货倒给你 不要乱买 只有两档股票 是有要证题材的 是有题材的 法人会买的 而且有实质获利的 这样听进去了吗 要买 跟蔡老师买 知道吗 联发科 回党的时候 法人都不卖 联酒买 今天又大买 5G题材就靠这个了啦 不管年前年后 5G题材就要这样动 iPhone的是讲一下 iPhone改版 触控场有隐忧 包括GIS跟TG 你看GIS当初害了多少人 蔡老师连一张GIS我都看不起 为什么 产业要买 你要叫我买 多少的老师都想要去当GIS的 触底谈生 各位 别傻了啦 赶快来跟蔡老师做 让头上的产业吧 一些东西 蔡老师时间不够 千军万买来相会 都会在学员的讯息里面充分的告知你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赶快跟着蔡老师布局 跟着蔡老师来买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赚不停 一包接着一包的热不停 有难题 一通电话 蔡老师全心全意帮你忙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